大家好 天气变热之后 很多还有养多肉 都非常担心自己的多肉出现烂根化水 所以都会给它做预防 但是偏偏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就是防害虫 因为在高温夏季这段时间 多肉是很容易遭有一些介克虫的 那么当介克虫传染到多肉之后 这个叶片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说我们除了预防多肉烂根 还是要预防害虫 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害虫的发生 在家庭养多肉的话 最好给它使用一到两次这种比虫磷 这种比虫磷它是一种内吸型的 我们只需要撒到这个盆的表面 这样就可以了 通过浇水它就会溶解到土壤中 然后杀死土壤中的一些虫瓦 还有一些幼虫 同时它吸收到这个植柱里面 有一些害虫清洗到叶片 或者是跟进的话 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同时这种比虫磷它的肥磷 用一次可以长达40天 所以说在整个夏季 我们只需要用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预防多肉烂根的同时 也要注意一下 也不能忽略了预防虫害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这段时间养护多肉 一定要用心养护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